妈妈发明第一件用这样做 女儿仔细介绍妈妈的作品 因早期没有织布机 以传统手工一针一线缝织而成的十字绣 相当精美 这支桃园文物馆为了要保存 布农族传统手工艺 邀请三位其老 将所拥有的记忆 以悲难 十字绣 织布等作品举办人物特展 以后那老人不在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谁教我们 所以我一直跟那个阿嬷说 教我妈没有关系 我会慢慢跟你写 首先只要会整镜 你要做什么衣服 你整镜的时候就 颜色就会配 又就是开始配 你要织一个有图案的 整镜的时候就要开始调颜色 配颜色 你织的时候织很简单 你只是你的颜色调好的时候 你的颜色就突然会出来 因为我小时候嘛 我有看过我妈妈在那边做这个顿鸟 所以我妈妈不在啦 到现在没有人会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想要做这个东西 要让给小孩子知道 这次展示的作品中 三位其老都有共同保留父母亲所留下的传统记忆 透过展览可以让后代族人 看见布农族枣 其手工艺是多么的细致 我们这三个其老就可以当我们的讲师 那未来有时候我们可以跟学校 或是做我们在地的一些文件站的老人家来做合作 他们这三个人的手工艺就可以一直在传承给 不管是我们的老人家或是小孩子 这样做一个传承的 应该是说传承的成果吧 馆章表示三个其老的作品将开展到明年三月底 之后未来能提供文物馆做展示及教学用 延续部落文化 原始新闻大家有高雄桃园采访报导 我 Size 你 我们